摘自《海伦凯乐》的自传 海伦虽自由丧失了视力和听觉 却是一位生活在黑暗中 而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旅行 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 当作我的太阳 别人的耳朵听见的音乐 当作我的乐曲 别人嘴角的微笑 当作我的快乐 他接受了生命的挑战 获得了超越自己的喜悦 我们为之感动的 不仅是文字本身 还包括其折射出的伟大心灵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乐 我们大多数人 把生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知道 某一天我们一定会死 但通常我们把那天 想象在遥远的将来 当我们心宽体见时 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很少想到它 时日在无穷的展望中延战着 于是我们干着锁碎的事情 几乎意识不到我们对生活的漠然 我常常想 如果每个人在他成年的早期 有一段时间失聪或失明 那会是一种姓氏 黑暗会使他更加真实视力 寂静会教导他 享受声音 我曾不时的询问 能看见东西的朋友们 以了解他们看到什么 最近 我的一位挚友来看我 他刚从一片森林里散布许久回来 我问他看到了什么 他答道 没什么特别的 若不是对这种平静习以为常 我会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很久以来 我已确信这种情况 能看得见的人 却看不到什么 我问自己 在林子里散布一小时之久 而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那怎么可能呢 我自己 一个不能看见东西的人 仅仅通过触觉 令我有兴趣的东西 我感受到一片树叶的完美的对称性 我用手喜爱的抚摸过一株白化 纳光滑的树皮 或一棵松树的粗糙树皮 春天 我摸着树干的枝条 满怀希望的搜索着楞芽 那是经过严冬的沉睡后 大自然苏醒的第一个迹象 我抚摸过花朵 那令人愉快的天鹅绒般的质地 感觉到它奇妙的卷曲 一些大自然的奇迹 就这样展示在我的面前 有时如果幸运 我把手轻轻的放在一棵小树上 还能感受到一只高声歌唱的小鸟 的愉快的颤抖 我喜欢张开手指 让亲娘的心水从指缝间流过 对我来说 一层茂密的松枕叶 或一块松软而富有弹性的草地 比最豪华的波斯地毯更受欢迎 对我来说 四季壮观而华丽的展示 是一部令人激动的 无穷无尽的戏剧 这部戏剧的表演 通过我的指尖 缓缓流出